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六期 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静态文件夹 Static 在咱们建立的Next的工程当中 有一个文件夹叫做StackIt 它让咱们保存一些个静态的文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马上开始 知识点 就一个静态文件夹的使用 该怎么使用 是这样 如果咱们在Pages下面 咱们看一下我的工程 咱们如果在Pages下面 咱们建立各种各样文件的话 那么它会认为 这是一个微优异的组件 它会按照VUE的逻辑进行打包 比如说应用一些个布局等等进行打包 那么如果咱们把文件建在Static下 那么咱们在生成网站的时候 它会原样输出 不经过任何的处理的输出 这个咱们在项目中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 咱们为搜索引擎优化 要建一个Lobos的文件 这个文件你不可能上下还加个页没页角 这不可能吗 对吧 这个应该是原样输出 咱们里面写什么内容 就应该要让用户 让浏览器的爬虫 访问到什么内容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的 对吧 像这些文件 咱们都应该放在Static文件夹下 咱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然后我今天这环境 后台的微镜 把咱们这个程序启动起来了 对吧 然后前台是这个画面 然后这是我的课件 同时咱们预览 使用的是我的这个browser Chrome 好不好 OK 那咱们试一试 那么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在我的工程目录下的Static下面 咱们建一个Lobos文件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在这下面 咱们建一个文件 叫做Lobos 然后咱们给Lobos 你们稍微加点内容 这个加什么内容 是您要为哪个6.7优化 加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地方是可以做具体的配置 OK 咱们加了内容之后 咱们直接通过这个browser 这个根就能够访问到它 咱们试试 叫做Lobos 这个 大家请看 就出来了吧 这个就是网页原样的内容 它也没有加页门 也没有加页角 什么都没加 原样输出 对吧 让浏览器的爬虫读到它 就能够知道 咱们网页都有什么内容了 哪些目录该访问的 哪些目录不该你看的 对吧 这地方都可以进行配置 包括最后这个Sign Map 是吧 OK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 这个其实更常用的 叫做什么 大家请看 叫做Londing Page 这是干什么的 这个一般啊 就是说公司搞促销啊 什么的 都会用到这么一个 一时使用 临时使用的这么一个page 或者说叫做广告页 为了宣传我公司的 在这个一个页面上 把我公司各种产品信息 用户访问好评 都放在这上面去 对吧 这个呢 也应该是静态的 不应该包括咱们正式网站的 页面也叫等等 都不应该有 也不应该有 有咱们这个网站 什么左中右布局 都不应该存在 对吧 这么一个Londing Page 咱们也建一个 这个呢 是Static文件夹下 最常用的两种情况啊 好 咱们再试试啊 我这咱们再建一个 叫做Londing Page 它应该是不参与 VUE里面的组件的逻辑 仅仅是纯售啊 纯售 好 我考虑上它代码 大家请看 它代码也是纯HTML OK 拷贝完之后 咱们应该在浏览期中 就能够直接访问到它 而且呢 不参与任何的 不应该有页没页脚啊 咱们试一下 注意看 Go 出来了吧 这里是着陆页面 这是广告效果的实现 好不好 咱们再看一下页面内容 那请看 没有咱们看到一些 VUE的一些操杂信息 对吧 比如说咱们把这去了 咱们访问到这个网站的根 网站根 因为它是VUE的 给它的编译 它是VUE的框架 所以说大家请看 输出了好多的框架的内容 对吧 OK 这个呢 就是Static的使用方式 您的项目中 如果需要有这些个 静态的网页 对吧 您应该把这个内容 放在Static文件夹下 好不好 这个是今天 要给您传达的 最基础的知识 OK 以上内容 就是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